关怀偏乡协助弱势台中乌日 普世公与县议员林品昂合作 近日在受封丰山村活动中心发放 从台中募集而来的物资 给需要帮助的民众 而普世公指出 今年度募集了250份的物资 只要是有需要被关怀的乡亲 普世公也将会进行评估 给予适当的协助 让乡亲更能够感受到 来自于社会的温暖 弊相像的物资 抵达丰山村活动中心 各式各样的生活物资 包括有泡面、米、食用油、饮料等 赞助的物资品相琳琅满目 这是从台中募集普世公 当日从台中直送过来的捐赠物资 希望在疫情过后 能够帮助到30户的困难家庭 那我们也感谢普世公慈善协会 运用他们的爱心 那特别从台中将这个 非常有温度 非常温暖的这个物资 来协助我们寿风乡的民众 那我们知道普世公 不只是在我们寿风乡 有在热情好失之外 那整个花莲县 那他也准备了很多物资 那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乡亲 有需要的乡亲 他都愿意来协助他们 那在普世公慈善协会 那同时也有在捐赠这个棺木的 那也能够透过我们服务处啊 能够一样能够转介 来给我们需要棺木补助的这些乡亲 那或者是经济上面的有一些困难 也能够透过我们服务处能够转介 那也请我们的普世公慈善协会 一起来协助 普世公慈善协会理事长指出 普世公长期关怀弱势 只要民众有需求 不管是贫护关注 棺木捐赠物资发放 普世公慈善协会 都愿意尽一份社会的力量 这次是透过林品阳议员 来协助我做这些善事 我们可以关怀贫护卫住 或者捐赠棺木 这个项目我们都可以做 物资是从台中污日 专车送过来的物资 我们的物资差不多有120份 然后我们还有米 米差不多有100份这样 普世公慈善协会预计在花莲 将发放250份的生活物资给民众 协助发放的现役员林品阳 也非常感谢寿风箱公所 协助提供活动中新空间 让民众可以顺利的领取生活物资 未来也将会持续引戒慈善机构 给予地方需要的民众物资上的协助 渡过难关 记者林杰 收风箱采访我了